今天我们来讲《易经》的烂伤 要搞懂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明白 《易经》到底离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多少年的历史 据我的研究最少有五千年的历史 那么悠久的历史 我们必不得不谈起三圣制义 什么意思呢 所谓三圣也就是三个圣人 而且呢他们所在的时代都是不同的 第一个呢就是上古的福西 福西画卦 怎么样画的卦呢 前面的课程我已经讲了 和图和洛书 好有了卦象以后呢 就到了中古时期的文王 文王呢就是做词 摇词和卦词都是福西做的 你看《征宝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摇 这些摇子挂子都是他做的 然后到下古的孔子我们都很熟悉的了 他占了十亿 什么叫占十亿呢 我在这里详细说一下 所谓十亿就是十篇文章 上段下段上向下向上系下系 文言说卦续卦和杂卦 这十篇文章是非常精彩的 真正要搞懂一经 这些都要研究的 后来的传说还有年三亿和归长亿 第三才是周亿 可是呢基本上都说是失传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研究看到过版本 可是呢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基本挂的代表是不变的 你看福西的千天八卦是前三对折 离火震雷迅风砍水 更三昆地 连三亿和归长亿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演变的 那其次另外的呢 就是他的排列上 你看文王的周亿呢 排列是前一对二离三 正四迅五 坎六 更七 坤八 可是呢听说连三亿呢 排一的是更乖 所以呢必须要搞懂这些呢 才好研究一经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 好 好 好